一元双城一个点 安仁街一个点 城乡阁一个点 然后这里又是一个点 这是第四个点 这是工地 反正现在每天都要大塞 最近连续大塞三次 那我们就每天出来采样 因塞尽塞 所以我们每个点位都要跑 我们现在这边是5号8号网络 人数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点位数很多 我们有十几个点位 所以我们每个都要来 这个是我们社区的 我们各式的公司 农居那边有四个医生 是我们就是支援我们的 今天是从江苏来的 支援我们的医生 今天几号 今天12号 那又12天 今天13号了吧 这边是14号 哇 几里广 谢谢 哇 第四人 没有一面 太 这个面肯定不掉了 这个鲜 就是这个鲜 哇 看 这是6人的话 大概两三千吧 面 哈 哈 哈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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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把物资全部先带到点上 然后给居民们采呀 采完一样以后 把这个标本箱 打电话给我们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 接标本的那个人员 然后他们会把标本接走 满一批接走一批 满一批接走一批 扫个箱吧 看一下是哪里的 二百个呀 对 这个二百个对吧 然后你扫这个管子 你看这个管子是不是这个箱子里面 能扫出来吧 对 我们的样本都是送到其他的第三方实验室的 有政府统一指定的实验室去做的 应该是一千个不到一点 应该是多少 一千个不到一点 九百多个吧 大概 主要还是防止它那个病毒泄漏 并不是说一定要保温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